看似得到,往往失去更多。 作者,福安谷观音阁。 人要是明白了道,许多事情都会不敢去做。 比如说你去菜市场,看到许多杀戮。 或者不要说菜市场,连电视媒体,都把这些杀害动物的行为,看成了正常化。 现在人开连锁店,不仅用的可以连锁,连杀生的,都可以连锁。 你说看,这个业大不大。 杀生连锁店中,最明显的,就是肯德基,那些鸡肉汉堡。 所以说,人要是对天地万物,莫有尊敬的心,是很可怕的。 再比如说,捕鱼的,上次偶尔看了电视,看到有个人发明捕鱼的工具,鱼网上全部带刺,这好像还算一项发明,而且媒体好像还很认可。 这个时代,供业,是很可怕的。 所以说,人要是明白了大道,许多事情都不敢这么大胆地去做了。 我看过许多人,抱怨医生,医院。 只要人类有杀业,并一定会有治疗不好的。 什么癌症,天花,还是蜂牛病等。 所以说,凡是生病的人,首先一定跟杀业有关。 那有的人杀心很重,陷到杀业,很欢喜,或者自己敢拿住刀,伸向动物的脖子,这个说明不是一辈子,而且多生就有这个业。 现在人常容易迷失自己,比如说,我们常说,要努力赚钱。 这个是很大的陷阱。 要是方法不当,这个赚钱就危险的。 比如说经营杀业的,买卖鱼肉的,你说他犯法吗?也不犯法。 但却背负因果,损掉福报。 所以人要是心中默有道,是很可怕的。 比如说法律越发达,人也越聪明,只有聪明的人,才会去赚法律的空子,便非法为合法。 什么是合法呢?就是不违背法律。 人就喜欢小聪明,总觉得自己赚到了,但天道刚刚相反,天道却喜欢朴实,不喜欢人的小聪明。 许多人看是赚到了钱,却是损失更多了。 钱是永远赚不完的,而且会跟祝福爆跑。 有句话,留些钱财给子孙赚吧。 有的人很精明,当了官,或者找了一些门路,赚了许多钱,想要留给子孙,那子孙就来花钱了,也很难有出息。 那不精明的人,多培养阴德,子孙自然有出息的。 我们常把钱财看成财富,其实精神的无形财富,才是最可贵的。 儒家说要做圣人,道家说要成神人,佛家说要成佛。 都是要留下精神财富。 精神也是一种财产,人就是植住可现的东西。 可现的东西,永远会坏的。 唯有不可现的东西,才会长久。 你看,世界上最未坚固的人类文明,如埃及金字塔,万里长城。 如此坚固总有坏掉的一天。 可现的东西,是不长久的。 但精神,就不会。 现在人都喜欢有,我有这个,有那个。 大家都在追求有,那有永远是有限的。 你有机动房子,机辆车子,这个是有限的。 人的生命不能太局限了。 追求无的境界,才是最高的。 比如佛,什么都没有,因为他把自己给布施出去了,给了所有的众生。 相反的,他得到的却是更多,尤其是精神的财富。 在比如说范里,他很有钱,如果他不布施,他不过是一个最有钱的财主罢了。 但他不失了,三次发财,三次都舍得前进,他没有了,但他却得到了生命最重要的东西,后人都记得他的美名。 生命的能量,可以转化许多东西。 一辈子为一栋房子努力,你的能量就转化为房子了。 房子倒了,你的价值也失去了。 那如果化成了悲心来救度众生,那只要你救度的众生在,你的价值永远在。 因为你永远活在他们的心中。 所以祖师爷爷记了几百年了,人们还记得他。 就是他生命能量的广大和长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